佛在大成教里面讲的很多 念佛三昧 三昧众亡 注意有没有记得出这一句话 佛高佛亡 一切众生在生死中 念佛之心 念佛如是 但信念不止 定身佛前 亦得往生 既能改变一切诸我 成大慈悲 以上世尊 大慈至孝劝父之也 唯一劝念佛 这个用意很深了 我们在此地要深深去体会 你看释迦牟尼佛 祝他的父亲 不说别的法门 不说别的法门 我以什么世尊 不让他父亲 修别的法门 没劝他 没劝他参禅 没有劝他持住 没有劝他研究教理 只劝他念佛 我们都多想想 唯有细心念佛法门 罪是应激 但能一教念佛 定能往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主书就是成佛 虽然在同居族里面 没成佛 方便图里头也没成佛 肯定一身成佛 他无量寿 寿命长 肯定成佛 而且果然是 善根福的因缘深厚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改变法门 也不想修别的 就这一句名号 念到底 他成佛可快了 什么原因 他得念佛三昧 佛在大臣教里面 讲的很多 念佛三昧 三昧中王 注意有没有记得出 这一句话 三昧是禅定 念佛三昧 是三昧中王 无比殊胜 得定 定能开会 那三昧之王 他开的智慧 肯定是 究竟圆满的 剥落智慧 一切祝佛所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 不就全通达了吗 祝佛如来的道理神通 万得万能 不就同时居足了吗 这是真正 成佛的捷径 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 虽然在中国很普遍 但是念佛的人很多 有几个念佛人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真发心去干 真发心就是 万元方向 这就真发心 你的心真清净了啊 真得受用了 得受用之后 再理他 再帮助别人 你还有没放下的 你对于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你还不够透彻 所以你还没能放下 真透彻 真明白了 知道千经万论 不出一句话 只要把这句话 通了 通到什么地方 通到自信 一切经教 是出是法 没有一样 你不通他 一道往生 便能转卧成善 前面说 既能改变一切 助卧成大慈悲 这个地方讲的是 便能转卧为神 念佛之方便妙用 行事无语 应邦大师 叫人 把十字 贴在 额头上 这个意思 就是 时时刻刻想到 我就要死了 我常常叫人 把今天这一天 看作我在这个世界 最后的一天 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个世界 只有这一天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如果我还有明天 还有后天 还有明年 还有后年 那你牵挂的事情可多了 这些牵挂的事情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为什么呢 那是生死当中的牵挂 如果我知道 我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今天应该干什么事情 除了持名念佛之外 我什么都不干了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 全心全意 求生净土 我有同情心 我有怜悯心 看到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苦难的众生 这里面还有自己 加勤眷属 我真的想帮助他 现在不行啊 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就得到阿弥陀佛所加持的阿维越之菩萨 我能不能立刻再来 能 立刻就能回来啊 回来你就有像佛一样的 智慧神通道理 善巧方便 你就可以帮得上忙啊 那你要不回来的话 你帮不上忙啊 明白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你这个佛号就不离口了 你心里头再也不会有那那咋咋咋东西了 那念念所想的就是阿弥陀佛 真正不可思议 这才真正体会到念佛的方便妙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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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